今年夏天歌剧院就是游乐场 大人小孩都喜欢的NTT夏日放 放时光系列来了 2024年从7月13日到2024年9月8日 共规划11档精彩节目 包括最受欢迎的夏日音乐剧 《多档事和全灵》 亲子观赏的演出 还有别开生面的当代马戏 首度登场的宝宝剧场等 一出关于嫩组模的音乐剧 《圈十三姊妹》 首轮巡演狂笑万章 全民疯抢 台湾人一定要看 2023年秒杀完寿 2024年强势回归 笑到肚子抽筋 哭到口罩全尸 纯属台湾生活与文化的本土音乐剧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当三姊妹阔别多年重归故土 回到银陵湖尾村老宅 赫然发现二伯 二婶 二叔公 三婶婆早早老起来放 全都没变 只有时间悠悠走过这没落所在 原本只是抢拿老家地气的三人 音错阳叉卷入弥留大伯宫的一主席的宋家跳千王歌阵的传人 可读拿奖金500万元 金牌导演曾慧成 新锐作曲家康和祥 金钟编剧詹结不畏世俗眼光 携手合作 音乐剧劝识三姊妹 使他们写给这片土地的一封情书 并献给这片土地所有生活的人们 记者邹志忠报道 你叫你 忽然是你心思想要 你也随便于学校 这样是你 你 抱抱同身水的预武 帮不帮 子女 帮一起走 躲你逍遥 免免一方式 先骨子 等着金风 驚到针灶 芬坏 某鹤 有些人會感到三天 看來幫幫忙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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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路你就不要歪掉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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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路我歪 你就不要笑我 2023年才剛開始 我今年覺得最好看的戲 就已經出現了 就是遠遠超乎我心裡的期待 根本就是國際級水準 故事非常的感人 台語非常的道地 歌曲也非常的好聽 把流行音樂跟台灣的民俗 整個沒有違和的串在一起 郭震 你覺得人生幸福嗎 不管是主角還是歌隊們 都非常非常厲害 雖然他是千王 雖然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歌曲 但是他用了各種不同的風格 去展現這個戲 世風一路好逍遙 五菜練花花醉球 站在千王歌的角度來看 真的是把千王歌的一些意象 他的核心內涵 都轉化得很自然 包含款式 款線 款校 跟我們要怎麼休息 怎麼樣去告別 我們什麼事都要求快速的 這個年代人 伴奏書也都要求快速 我們要看到 看見傳統的技術 越來越少 沒有想到這部戲這麼好看 因為其實它就是非常 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日常 可是日常其實非常無常 上半場開場就很彭博 到下半場整個就是哭出來 很感動 就是充滿了淚水 可以感受到對於家庭和一家人的 一種情感關係 建議大家一定要帶一整包的衛生紙來 哭到整張衛生紙都濕掉了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來看這場戲 一定要看爆它 真的需要和看大力推薦 真心推薦我們大家一起來看這場 麥彈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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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